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容易的频道, 这段片继续会和大家谈谈股, 2020年新股上市多不升数, 这段片希望和大家一起分析, 究竟过去上市这么多,接近60只新股, 它之后的表现是如何, 以及我们要找出出市和入市的时机和最佳的机会。 这就是今年所有股票IPO上市的表, 我做了一些分析, 包括招股价, 暗盘的开市价, 暗盘的收市价, 最高价, 第一日竞价盘的价格, 一个月后的收市价, 以及去到10月9日的最新日子的收市价, 就比较一下究竟, 今年所有IPO上市之后, 它的表现是如何,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很特别的pattern, 如果有人留意到可以之后做呢, 或者去参考呢? 未来这段片, 我不会和大家逐个逐个IPO讲的了, 就会总合今年上市的所有新股, 然后就着新股里面有一些特定的, 大家关心的问题, 去看看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, 有你留意到或有特别留意的pattern, 如果留意到的时候, 会不会对自己之后买买有帮助呢? 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就是, 如果所有新股都抽, 开市竞价盘走, 赚市比例是如何? 今年上市的新股, 59只, 直至去10月, 12只跌穿招股价, 跌幅介乎6-46%, 5只平开, 41只高于招股价, 而高多少呢? 介乎3%-193% 这个数字告诉大家, 结论有70.7%的机会赚钱, 大体上高, 抽新股比起不抽, 赚的机会是比较多的, 然后探讨第二个情况, 究竟你抽到新股了, 你究竟暗盘走好些, 还是开市日竞价盘走好些? 综合今年所有上市的新股, 有21只在暗盘收市价, 低于第一日开市价, 低于多少呢? 低于1%-76%不等, 有26只暗盘的价格高于第一日开市价, 多于多少呢? 多于1-18% 另外有6只不变, 暗盘和开市价一样, 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? 你看看自己会不会没有18%潜在损失, 因为暗盘比开市价格高, 而去博取最多76%的回报。 下一个要探讨的题目就是, 一般保证人会保证新股, 不会多过一个月, 如果我们一开市就追了股票, 在保证人护航下一个月后, 先防会有一个好的策略呢? 综合上市的新股, 如果用这个方式, 竞价盘追入, 去到一个月到期的时候就沽出, 当中有30只跌, 跌幅就介乎1-73%, 而当中有27只会上升, 介乎1-127%, 两只就不变。 这个看到的结论就是, 上升机会其实只有45.8%, 不过半的, 换句话说, 如果你竞价盘追入一只股票, 你可以在一个月里面, 去到保证人一走, 你放呢, 你可以赚的机会, 其实不过一半的, 大家要留意了。 那如果一个月后, 保证人护盘走了, 那你才追入, 会不会好些呢? 既然我头一个月跌的机会都大的话, 那我们又看看, 如果你过了一个月, 保证人已经完了他的工作, 那你就打算一个月后, 或者就入一只新股本身股, 叫做中长线投资, 那是什么好选择呢? 那在这个情况下, 如果你一个月后入市, 有31只会下跌, 介乎1-82%, 14只会上升, 介乎5-184%. 那你又看到一个什么结论呢? 就是中线的上升机会, 其实只有31%, 因为基本上, 一个月后你才进入, 没有了保证人, 跌的机会竟然比升大, 那基本上, 如果你想中线买入半新股, 其实不是一个好选择来的, 因为很可能, 新股第一日开始, 已经投资了头半年的升幅, 大家这个要留意了。 那有没有好些策略呢? 综合了这么多新股上市, 有一样东西大家可以留意, 如果新股超购超过100倍, 总共有26只, 而当中只有4只会跌穿招股价, 而跌幅是6-16%, 而一只会平开, 有剩21只高于招股价, 那升幅就介乎4-1893%, 那结论就是什么呢? 只有15.4%的机会会虚钱, 介乎6-16% 总结来说, 如果大家不想冒那么高风险, 那就要看下新股多不多人抽了, 如果热门的, 而很大机会, 它的超购超过100倍, 那大家入市赚的机会是多些的, 那大家要留意了, 那就不是每一只都冲进去了, 因为有些时候, 如果市况不好, 你冲进去的话, 很可能就会试很多的, 就算新股都是这样的, 那就多谢今天大家收看这段片, 记得like,subscribe和share 请不吝点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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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,